今天第一份报告是丁家里同学 《学海贤老和尚》在生活中念佛的体会分享之后 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仁们说 这么好的内容不能只限于佛教内部流通 要正式出版书籍 要带动更多的人学习圣贤教育 利邀我讲一讲我的故事 以此姻缘致诚恳请佛菩萨加持 如实讲出我的真实故事 愿我的故事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恳请大家扶正 我是1959年出生在东北加木斯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家里穷得实在没有能力养我 亲生父母把我给了七家 没人敢要 因为我不足月出生 头都抬不起来 很多地方溃烂化浓 涂着紫药水 看着就像个大耗子 亲生母亲抱着我 最后送到我爸妈家时 我妈说 这孩子这么小 浑身都是紫药水 能活得了吗 生母说 活不活都感激您 活不了也是他自己的命 我们不怪您 我非常理解生生父母 一点也不怪他们 同时 我万分感恩收养我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没有他们 我没有今天 我这个家庭 是个特殊的家庭 我的爷爷奶奶是北京人 奶奶不能生育 由于我小时候大舌头 口齿不清 叫不好姥姥老爷 就一直叫爷爷奶奶呢 爷爷有一天在东单三条 见到一个哥哥在卖妹妹 妹妹头上插着一根草 爷爷就把妹妹买了 领了回家 成为后来收养我的妈妈 是宿命吗 妈妈被爷爷领养 我被妈妈领养 妈妈 生在东单三条 最后去世 也是在东单三条旁的 协和医院 对奶奶的遗憾 爸妈收养我时 妈妈是平剧演员 一天要演三波戏 没时间照顾我 所以基本上是我由爷爷奶奶带大的 爷爷奶奶对我宠爱有加 他们吃粗粮 给我买细粮吃 我和他们的感情特别深 我奶奶去世时 我在她身边 奶奶想吃山楂 那时我都上初中了 却不知道去找个地方 给奶奶买山楂 奶奶去世后 有一天 看到了奶奶以前给我切的山楂片 堵物思人 我泪如以下 深感愧疚 对不起奶奶养育我的无边深恩 奶奶那么疼我 却没有想着我的一天福 我那时就按下决心 绝不能再辜负我的爷爷 我的爸爸妈妈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孝顺他们 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 我爷爷生活的日子 爷爷非常爱我 我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后 每次上学离开家时 爷爷就提前不见了 等我走远了 猛一回头 却见爷爷拄着拐杖 弯着腰 藏在一个大土堆后 伸着脖子 颠着脚望我 看我一回头 他就蹭的一下躲起来 一会儿又偷偷出来望我 大学毕业后 我就把八十岁的爷爷 接到北京和我一起生活 住在单位宿舍 爷爷特别高兴 结婚后也是如此 屋子中间拉一个帘 让爷爷住在里面 我和我爱人住在外边 因为宿舍是半地下室 里面有暖气 还有窗户 光线会亮堂一点 我记得那时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都会跟爷爷做个小游戏 哄爷爷开心 爷爷是老北京人 喜欢到青花池泡澡 那时候 我一个月的工资 是四十二块钱 负责搓澡的人 喜欢喝酒 我就给他买二锅头酒 希望他给我爷爷搓澡时 对爷爷多加关照 爷爷年龄大了 腿脚开始不方便 为此 我专门学会了登三轮车 平时拉着爷爷出去玩 生病的时候 就拉着爷爷去医院看病 后来拍戏时 有登三轮车的情节 剧组的人都特别奇怪 怎么我骑上三轮车 上坡下坡那么灵活自如 这都是我拉爷爷练出来的 到晚年时 爷爷特别依赖我 有病了 假如我正好出去拍戏 他也要等我回来 带他去医院 爷爷看病时 喜欢相信跟他说话多的医生 所以每次看病之前 我都先悄悄地要求医生 请他给爷爷看病时 多跟老人家说说话 每当我出去拍戏时 都会准备好三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罐 把爷爷早 中晚 要吃的药都配好 分好 包好 爷爷爱喝酒 我就依他让他喝 那么大的年龄了 老人喜欢啥 我尽量地去满足他 当时国内文革后 开拍第一个电视连续剧 我都要签合同了 在这个结构眼上 爷爷病了 爷爷的病要紧啊 我就把这个电视连续剧推掉了 对奶奶 我没有尽到孝心 我绝对 要在爷爷身上补回来 再不能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 我是名演员 工作时间相对灵活 接不接戏 可以自己决定 我觉得笑是做人的本分 这部电视连戏剧播出后 引起强烈轰动 之后还有很多超有影响的戏 我有都推掉了 爷爷最痛苦的时候 我在他的身边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让我很欣慰 爷爷九十三岁那年 撒手而去 没想到 我还是留下了遗憾 那年 我正拍一部戏 爷爷又感觉不舒服了 连续三天叫我去看他 前两天 我都来看爷爷 爷爷就说想我 见他没大事 我说 爷爷您等我三天好不好 三天我拍完戏 带您去看病啊 结果第三天的凌晨两点多 爷爷走了 我当时跪在爷爷的床前 两只手啪啪地拍自己嘴巴 我不能原谅自己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 好在我现在学佛了 还有办法继续报答他们 以弥补我的遗憾 生病与放生 我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 后来严重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佛法 我就求佛菩萨加持 我在外面拍戏时 爸妈不要生病 等我回来再生病 结果我只要拍戏回来 进家门 爸爸就生病 就看急诊 佛菩萨是真满我的愿 这在量子力学上 叫念力的秘密 我不应该有爸妈 等我回来再生病的念头 而是应该一心求佛菩萨 让我爸妈身体健康 同时以爸妈的名义 大量放生 流通善书 经典 以此功德福德 回向爸妈身体好 一位传统文化老师说 现在人们争着 求着脱关系 想尽办法 给医院送钱 如果拿出十分之一来放生 也不会受那个罪 我后悔啊 那时名义上是学佛了 但没有深入经教 不明白事理教理 虽然曾听恩师上人说过 放生是无微不实 得健康长寿 但根本没往心里去 求老爸多活十年 有一次爸爸住院 我出去买东西回来 医生说 老人自己大便时 憋死过去了 我就跪在门口哭 只听到背后 一个老奶奶的声音说 你别难过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再有 你可以求佛呀 对呀 我学佛了 我可以求佛呀 我马上就 在地上磕响头 哭着说 佛菩萨您真有吗 您要真有 您快救救我爸爸 我爸爸要是活过来 我就好好学佛 从此吃素 说完了 我才想起回头 却发现空无一人 没看到刚刚说话的老奶奶 我就迅速跑到急诊室 找到王主任 倒地磕头 求他再救救我爸爸 王主任直摇头说 你怎么这么固执 没办法 叫了个大夫 给我爸电击 叫我死心 那个大夫电击了一下 没有反应 我打了个手势 一死是再来一次 大夫很无奈又拍了一下 突然我爸爸的腿 噔地抬起来了 心电图图像 马上出来了 医生们惊呼 奇迹 开始抢救 爸爸睁眼之后 立刻找我 笑着对我说 我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 阎王爷没要我 我又回来了 阿弥陀佛 我相信我爸爸说的是真的 六道轮回是真友啊 佛菩萨是真友啊 我感觉那个点化我的 见生未见人的老奶奶 就是菩萨实现 我这一求 求出老爸多活十年 法师的神奇预言 爸爸又一次病危的时候 我去恭请一位法师 到我的家中 这位法师修为非常好 专念阿弥陀佛 主张信众 敦伦尽奋 多放生 多念佛 他看了看我的爸妈 对我说 你爸爸目前没事 你妈妈要走在前面 三年之内 你这两个老人都要走 走了之后 你就要办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资良了 我听得很生气 我妈好好的 活蹦万跳的 怎么会走在我爸前面呢 这个法师不可信 法师看出我的想法 又说 你不是这家人 你来这家是来报恩的 接着 他说出了我亲生父母家的状况 兄妹几人等等 当时 我坐在椅子上 吓得差点滑到地上 这个法师 我是第一次见面啊 而且因为我妈妈就怕别人知道 我不是她亲生的 所以我跟谁都没说过我的身世 这个法师怎么会知道 佛法讲让人明理觉悟 轻易不用神通 那时的我 对佛法生不起信心 佛菩萨来度化我啊 我开始信服佛法了 这个神奇的预言 最后真的兑现了 我妈妈比我爸爸 提前走半年 不到三年 爸爸妈妈都走了 我也开始一点一点的 聆听恩师上人的讲经教学 一点一点的 升起念佛的信心与愿力 特别 在接触到尊敬的 胡晓琳老师讲解的 印光大师识念法之后 才开始念佛 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 承办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的资量了 一顺妈妈之所好 我妈妈是演员 好打扮 热爱生活 我就投其所好 给她买首饰 买衣服 她喜欢什么 就给她买什么 爸爸妈妈在我心里 始终是排第一 记得当年同学 同事们聊天 谈论时 常常都是 我孩子 怎么的 怎么的 我爱人 怎么的 怎么的 我从来都是 我爸 我妈 怎么的 怎么的 当听说 哪里有好吃的 我总是第一时间内 就带爸妈去品尝 每当看到别人穿的衣服好看 一定想办法给妈妈买回来 妈妈经常说 真讨厌 你就是我肚里的蛔虫 你怎么就知道我想要这个呢 妈妈喜欢漂亮的房子 时尚的家具 我给她都准备好了 她却一天都没有住上 记得 有一个冬天的早晨 我妈妈说她做梦 吃烧饼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我没吭声 立刻骑着自行车 从静松骑到瓷器口 老北京豆汁店里 给她买那里的烧饼 和她喜欢吃的咸菜 为了避免凉了 我就把烧饼 用围巾绑在我胸口那 加快速度 骑得满头大汗到家里 给妈妈沏好茶 拿出烧饼 让妈妈吃 妈妈又惊讶又满足 我觉得妈妈在三年自然 灾害时期收留我 把我养得人高马大 付出了太多的辛苦 恩重如山呢 不孝顺 我还是人吗 妈妈住院期间 无意之中 看到收费单很贵 就吵着要出院 不治了 我坚定地对妈妈说 妈 再贵 我也要给您看 没钱 我卖房子 没房子 把我卖了 也得给您看病 妈妈 眼含热泪 妈妈走后 我发现 有几个小盒子 里面全是我 给她买的首饰 还有许多新衣服 商标都没摘 看见这些首饰和衣服 更坚定了我舍弃身外之物的想法 首饰 以妈妈的名义 供养长春百国兴隆寺 德行兼备的上长下会老和尚 替我妈妈修服回向 衣服都送人了 妈妈的性情与疾病 我妈妈为人善良 乐意助人 但是脾气大 性情比较急躁 特别要强 最后 她老人家得的是胆管癌 一个老师讲课时说 有四种人长寿 没心没肺的人长寿 糊里糊涂的人长寿 平静的人长寿 觉悟者长寿 她说 有些善良 而内心暗地较劲的人 生闷气 爱憋气 倔强 容易得胆结实 整日忧愁 恼怒烦 怎么会不生病 我妈妈生气的时候 爱摔东西 有一次她生气 把家里的鱼缸 使劲摔到火炕上 鱼在火炕上直蹦 我从小也特别淘气 总给妈妈惹祸 让妈妈生气 另外 爸妈在生活中 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 吵架 俩人吵了一辈子 二老当中 我妈妈脾气大 不服软 经常是我妈闹了一宿 还得我爸哄她 给她垂腿按摩 天下最公平的就是因果 夫妻是缘 或善缘 或恶缘 无缘不惧 儿女是债 或讨债 或还债 无债不来 俗语说 怕什么就来什么 烦什么就是什么 在妈妈身上应验了 我妈妈一生最怕听到癌字了 她从来不说癌症 这两个字 总说不好代替 但是却患了癌症 我妈妈一生最爱吃肉 无肉不欢 在她住院 输营养业期间 馋得做梦都吃肉丸子 结果呢 她不但胆摘除了 还得上胆寡癌 连吃饭菜都不行 全靠输营养业维持生命 她干瞅着别人吃饭 自己咽口水 我妈妈一生洁癖 特别好干净 家里来客人 客人走后 她立马洗床单 有时候客人还没走呢 她就开始对碗块进行消毒 让客人挺尴尬的 但没想到 老人家最后 使尿失禁 经常在大便失禁时 用手乱抠 抹得浑身都是屎 我妈妈平常 最讨厌别人有口臭 没想到 她住院抢救期间 口腔气味相当恶劣 护士戴着口罩都不愿意给她做口腔护理 无独有偶 我的一位好朋友生前 也有洁癖 每次洗澡时 都要好几个小时 她特别爱美 花在身体上的钱和精力 太多了 可才四十多点 就得病走了 而且走的时候是夏天 身体臭的 招了特别多的苍蝇蚊子 怎么挥也挥不尽 让见闻者十分感叹 妈妈和好友们 他们这样在意自己的身体 照顾得无微不至 爱美到洁癖 最后恰恰呈现出 最脏 最丑 最臭 师父上人讲经 常常提醒我们要放下 特别是对身体的执着 你执着什么 什么就会牵绊着你 广卿老和尚说 贪恋世间一根草 你也往生不了 值得我们警惕 胆管手术预阻 妈妈的胆摘除了 胆管又被胆杀堵住了 需要把胆管脱开 当时是医院的主任做的手术 他医术高超 这样的手术 他做过很多次了 手术时医生出汗 衣服都湿透了 手术还是不成功 事后 他说真是奇怪了 就是有股力量 在阻止他进入胆管 进行手术 我就跪在手术门前 求官是殷菩萨 忽然接到一个师兄电话 开口就说 家里 你别求了 有众生不让进 进去 也给推出来 我惊呆了 他事先并不知道 我妈妈那天手术啊 医生决定接着做另外一个手术 手术时 我妈的神志就不清了 他大声地跟我喊 赶紧搬别的房子住 这屋太乱了 他说 他看到很多穿黑衣服的人 推他 打他 嚷嚷着 那事怎么着啊 一个穿着清朝衣服 带着清朝头饰的女人 站在门边 堵着门 一直用眼睛死死的 直勾勾的盯着他 吓得他心慌一乱 阿弥陀佛 这时我才明白 那个师兄电话的含印 这些应该都是 我妈妈过去世 和今生所伤害的众生 到妈妈身体衰弱时 来讨命讨债的 因缘果报真实不虚 就在我妈妈身上 演了出来 于是我就赶紧跪地 跟那些冤亲债主们 沟通认错 带妈妈向他们道歉 忏悔 恳求他们饶恕妈妈 给他们介绍极乐世界 介绍阿弥陀佛 于是我就跪着念阿弥陀佛 几个小时之后 我妈妈突然喊起来 走了 那些穿黑衣服的人都走了 可那个穿清朝衣服的 女的不走 妈妈的胆管扩张手术不能进去 是否就是这个女子之灵 在阻止呢 我忽然想起 妈妈做B超检查时 我看到有个小人 在她的胆管里跳舞 刚开始我以为我眼花是错觉 但我擦擦眼睛再看 仍是那个小人 在妈妈胆管里跳舞 我连忙冲着屏幕喊 只给医生看 可医生什么也看不见 我明明看得清清楚楚 妈妈受此折磨 与她好杀声 吃肉 拿开水 浇蚂蚁等一系列的行为有关系 佛经上说 阿弥陀佛是无上大一王 是阿且陀药 万病总治 可惜 那时对这句佛号认识不足 信心不够 我记得我当时劝我妈妈念佛 她瞪了我一眼说 你念好佛了吗 我没念好 我没能将佛号的功德念出来 做出来 令妈妈信服 陪护妈妈的日子 妈妈由于生病 变得非常敏感 知道自己的病不好 总是还生叹气 我就常常做鬼脸 演小品 逗妈妈开心 同时也逗妈妈和同屋的阿姨们哈哈大笑 每天回家路上 我都会绞尽脑汁的想明天给妈妈演什么 说什么 当医生来说病情时 有时说的极其危险 我也是笑着听着 医生很纳闷 我说 我妈看着我的表情呢 您配合我一下 医生恍然明白 总是很配合我 我常常是等着医生走后 对妈妈笑着说 医生说好多了 再换一种药 效果会更好 您放心吧 啊 那个时候 医院里 家里 我都雇了24小时护工 但是我知道 父母最希望我在身边 所以白天 我在医院陪妈妈 晚上回到家里陪爸爸 妈妈特别依赖我 离不开我 甚至 我上卫生间这么短的时间 她都不乐意 我明白妈妈的心 就减短一切离开妈妈的时间 比如吃饭 我不出去买 我预备了很多方便面 面包 榨菜 医生护士都特别心疼我 说 我这样吃饭不行 我就笑笑说 没事没事 医院的护士长非常感动地说 我们在医院几十年了 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人家都是家属轮流 你一个人在这里咕噜着 家里还有一个病着的老人 对老人这么孝顺 我们都做不到 有一次 我吃完方便面后 肠胃不舒服 连着跑了好多次卫生间 一点劲都没有了 我就对妈妈说 要不 我提前回家休息一下 妈妈那时 就像小孩子舍不得我走 我一看她那无助的眼神 就硬挺着坚持下来 从此加意念 不敢让自己生病有事啊 一次爸妈同时病危 妈妈在这家医院抢救 爸爸在另一家医院抢救 我分身无数 晚上夜班 公交车上只有 司机售票员和我 我真熬不住了 但是 没有过不去的火炎山 再难也得挺住 妈妈住了半年医院 躺着不能动 我就给她擒翻身子 给她拍背 从未让妈妈得乳疮 后来妈妈不能吃东西了 全靠营养液 大小便都失禁了 我就信心观察 能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大便 什么时候小便 妈妈有时候大便干燥 自己解决非常吃力 我就耐心的沾着香油 慢慢的帮她抠 力度掌握得当 因为妈妈特别怕痛 怕疼 我每次极其小心翼翼的 一点一点的抠 争取把疼痛点减到最低 有一次 我发现临床的阿姨 也几天未大便了 我就说 阿姨 我来给您抠抠吧 阿姨嘴里推辞 不用不用 眼神却不理我 我知道她憋了好几天了 太难受了 我说 您甭客气 就把我当女儿吧 我就开始 给临床的阿姨抠大便 阿姨感动得直流眼泪 有时候 我妈妈非常坚决地跟我说 家里别救我了 这样活着太痛苦 可是一疼起来 她马上喊我 赶紧叫医生 给她打肚冷钉 我妈妈说 自己也很矛盾 既想早解脱 又想多活一天 她说 人到此时 求生的欲望特别强 现在想起了 言忧在耳 我是泪流满面 我觉得人 生老病死 真是可怜 不学佛 更是可怜到极处 可惜 我虽劝妈妈念佛 但并没认真的 诚恳地向妈妈介绍过 更美好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 他们心里想什么 我基本都知道 我细心地观察他们的表情 动作 有时候 他们都不用说话 一个眼神 我就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 想干什么 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的体会是 我的心和妈妈的心 爸爸的心是相通的 我把自己给舍弃了 当我全心全意地 为他们着想时 我就是他们 所以 他们心里所想的 我就能体会 他们喜欢什么 我就能明白 他们讨厌什么 我也能立刻 意识到 心有灵犀 这其实 一点也不稀奇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众生一体 生佛不二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当我们把自己 真的完全放下 想象体会阿弥陀佛 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智慧 觉悟时 把自己融进 阿弥陀佛四世八大愿海中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如果能这样发心 换心 在日常生活中 在按照阿弥陀佛 所发的四世八大愿 在人间践行 信 愿 行 合一 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细心照顾爸爸 我爸爸经过生死关之后 多活了十年 可这十年 他老人家 又得了帕金森症 老年痴呆症 和肺心病 我发的愿吃素 好好学佛 吃素做到了 距今 已十多年过去了 身体非常好 发愿 好好学佛 这一点 我向佛菩萨忏悔 自己没有兑现 爸爸生病后 我家就像一家小医院一样 有各种器械 我一有空就看有关的医学书籍 医生要求一周一验血 因为如果药量不对的话 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爸爸最后走不动路了 身体重 我一个人根本抱不动 他去医院看病检查 取血化验 只好在家 极其小心谨慎地 对照医主 配药给他吃 结果 爸爸的病情 比较平稳 我觉得 最好的医生 是儿女 儿女最了解父母的需要 只要儿女用心 一定都能做到 孝心的力量 不可思议 我常常观察爸妈的粪便 干了是什么原因 拉稀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 我会掰开粪便 仔细查看颜色 时不时闻闻味道 我就大致能知道 他们是缺钾了 还是缺钠了 然后 我立刻采用食疗给他们补 缺钠时 我给他们多吃点咸菜 缺钾时 我就多买些香蕉给他们 爸爸是脑梗 我得知黑木耳有效果 就专门为爸爸蒸黑木耳 蒸成黑色高物状 给爸爸吃 效果很不错 由于爸妈同时都病着 我就给他俩准备了 每人一个记录本 认真记录他们每天病情的状况 带着记录本找医生看病 医生看到我记录本 记录得那么仔细 都非常感动 爸爸行动不变了 妈妈身体也不好 我决心给爸爸洗澡 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时 爸爸很生气 不接受 我就对爸爸说 我是您女儿 您还顾及这些干什么呀 刚开始时 他很不好意思 穿着短裤配合我洗 慢慢的 他就习惯了 爸爸便秘 上厕所很困难 有时要两个小时 一方面 我在饮食上给他做容易消化的食物 另一方面 我就给他揉肚子 搓背 实在不行了 他才肯让我给他打开赛路 这样他才舒服了 爸爸临走前一年多的时间 每两天都需要我给他抠一次大便 我会手上沾着香油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轻轻的给他抠 即使这样 他也会很痛苦 他会使劲的拿脚踹我 有时我被他踹得头冒金星 我特别能体会爸爸的痛苦 只好在心中不断地提醒自己 小心 再小心 爸爸小便失禁 刚开始时 我不停地给他晃裤子 但是根本忙不过来 而且底下会出湿疹 爸爸很难受 我就把他底下的毛刮得干干净净的 自己用大可乐瓶子 按他的体型设计了个尿壶 非常适合接尿 爸爸这样就舒服多了 爸爸常年躺在床上 我精心照料他 没让他生过乳疮 需要我为爸爸吃饭时 他一口 我一口的 有时爸爸嫌不合口味 就把嘴里的饭吐在碗里 我就接着吃下去 爸爸有时会看着我流眼泪 对我说 早知这样真不该领养你 你这么好 我让你受苦了 我不想离开你 离开你太痛苦 爸爸还常跟别人说 古代有二十四孝 我女儿是现在的二十五孝 我儿子当时听了以后 就跟老爷说 那以后我当二十六孝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言教不如深教 爸爸含笑离世 对于爸爸 有一件我最后悔的事情 有一天 爸爸突然不行了 我习惯地叫了120急救车 只见爸爸特哀怨 特气愤地望着我 他不想去医院 他想在家待着 可我还是给送去了 他在医院的四天里 手脚都被绑上 身上插了各种管子 他始终哀嚎 典型的人间地狱 他每次西弹 爸爸血压就上升到两百多 他使尽全身力气去抓 可是手脚都被绑着 他就用非常仇恨的眼神看我 后来 我听恩师上人讲经明白了 这个时候 千万千万 别再对老人进行无效的抢救 应该让他在家平平静静地走 如果强行对老人无效的暴力抢救 他会生起称恨心 一念称心气 神识直接就跺地狱而去 是我害得他老人家这样子 我当时学佛没学明白 这时候最应该求的是阿弥陀佛 如果爸爸寿命到了 就求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 如果寿命没到 子女拼命为老人念佛 吃素 放生 印经 等做功德回向 老人的身体 就会很快地好起来 临终时刻 儿女把父母送医院抢救 其实是对父母最大的折磨 当时我看爸爸真的不行了 我就恭请那位法师来看我爸 师父看了之后说 送到松堂医院吧 松堂医院是北京的一所 临终关怀医院 到那里后 立刻把老人家身上 所有的管子都拔了 奇迹再次出现 我爸爸在松堂医院住了十二天 这期间一直有居士给他老人家念佛助念 他居然又平稳了 出院回家后 又多活了两个多月 难得这多出来的两个多月 我不再愚痴送老人家去医院 无效抢救 我跟爸爸说 就求阿弥陀佛接引去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去 爸爸经过生死大劫 对世间没有留恋 特别想往极乐世界 念佛的镜头提起来了 爸爸吸谈的问题 我自己想了个方法解决了 我跟爸爸说 您配合我 我用水枪您 枪水时 您一咳嗽 我就给您抠出谈来 结果 爸爸配合得特别好 我一枪他水 他就使劲的咳嗽 我就手急眼快的 把谈抠了出来 爸爸咽气后 我跟很多居士一起 为他老人家念了十二个小时佛号 掀开网声背一看 发现我爸的脸上笑开了花 我儿子是在殡仪馆 看到老爷最后一面的 一看老爷的仪容 竟是那么笑容灿烂 孩子止住眼泪 特别惊讶地说 念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 不管校养老爸的经历 是如何艰难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因为 这是做人的本分 也是我 往生极乐 成佛的根基 反思与感慨 妈妈最后在医院 连续住了半年 有一次 我带着爸爸看妈妈 爸爸拉着妈妈的手 俩人抱成一团痛哭 人世间的生离死别 真是苦不堪言 我妈走的那晚 我回家拿她的装老衣服 我爸突然坐起来 那时 她还能简单地说话 她指着厨房冲着我喊 你妈 她说 看见妈妈穿着白绣花鞋 在我家厨房那坐着哭呢 爸爸有预感 那天 她哭了好长时间 我是瞒着爸爸 没告诉她 我妈病重 我知道 爸爸看到的场景 绝不是她瞎说八道 六道轮回真实存在 每每想起这些往事 我真的感觉人生太苦了 六道轮回太苦了 真的 艳离缩婆 心求极乐 我庆幸 我听闻了佛法 我知道自己来这人世间干嘛来了 就是师父上人常讲的 人生仇业 就是老百姓常说的 来还债 每个人都是如此 无债不来 有讨债 有还债 有报恩 有报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离这四种 假如人们了解这些关系 心态就会平和淡定许多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情仇 了解这些 遇到各种挫折 磨难事故等等 就会明了前因后果 自作自受 不妨放下怨天尤人 坦然接受 这是我反思我的经历 最深刻的体会之一 第二个反思的结果是 孝 是做人的本分 孝顺长辈 孝顺父母 天经地义 绝不能等待 绝不能留下遗憾 我的奶奶从小疼我 好吃好喝的 从来都给我 总说 等你长大了 我就想你的福啊 可奶奶没有等我长大成人 就离开人世 没想到我的一天福 我的爷爷视我为掌上明珠 可在他老人家厌弃前一天 我还是离开他的身边 这让我认识到珍惜身边亲人 当下孝顺 当下照顾 当下让老人享福非常重要 孝顺不能等 不能推脱 等我有空再来照顾老人 等我干完什么事情之后 再来完成对长辈父母的承诺 在老人还活着的每一天 都要珍惜 第三个反思的内容 是什么是孝顺 我以前认为 只要花时间陪老人 花钱给老人买吃买喝 供他们享受 生病照顾他们 有空陪他们 或待着 或出去玩 生病好好照料 这就是孝顺 后来听恩师上人讲孝道 小孝孝其身 中孝孝其心 大孝孝其智 智孝孝其慧 听后 我是大开眼界 同时自叹俘虏 自己的孝道太欠缺了 惭愧不已 我只是孝其身 却从未周全地想到老人的心里 是否开心 自己的言语行为 是否伤了老人的心 在孝顺父母上 最难的是色难 这方面 我做得太差了 弟子归上讲 德有伤 疑亲修 身有伤 疑亲忧 我先后两次离婚 让我的爷爷 爸爸妈妈 抬不起头来 十分忧虑 我的个人生活 我第二次离婚时 想不开 抑郁 想自杀 我妈妈气得 就对我喊起来 你太自私了 你就想你自己 你父母这么大年龄了 孩子那么小 你疯疯癫癫的 穿得破破烂烂的 往外跑 两个孩子拽着你的衣襟 孩子让别人打 太凄惨了 妈妈的哭 骂 寒醒了我 我才断了自杀的念头 爸爸最后 得了肺心病 妈妈患胆管癌 都是不孝的女儿 让父母操心得的病 我让老人不省心啊 孝顺父母 基伏最快 最大 佛法的根 就是孝道 没有孝 想成佛 是不可能的 可能就是因为 我孝长辈 父母身的这点小孝 才成就了 我能亲近 尊敬的恩师上人 聆听师父上人的教诲 成就了 我听闻胡晓琳老师 讲印光大师十念法 成就了 我今生一定往生极乐的 信愿行吧 学习贤公和尚 佛门榜样的光碟 每次看到 上海下贤老和尚的母亲 潇洒先世 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母亲 还有她问我的那句话 你念好佛了吗 莲池大师说 父母离成垢 子道方成就 未能在生前 让我的父母 坚信念佛的法门 使我不孝 我现在只能更加努力地 学佛 改过 在生活中老实念佛 来完成 我对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及累劫父母亲人的 大孝至孝 现在 我知道劝长辈 劝父母活着的时候 就立志求生极乐净土 能让他们念佛了生死 断除六道轮回 这才是人间孝道的真正圆满 是智孝 我万分感恩我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他们不仅收留养育了我的生命 且在我生命中 视线生老病死 等种种人生苦难 给我尽小笑的机会 让我明白 死生无常 明白把握自己的法身 会命 是最关键的 正如同上海下贤老和尚 常对身边有缘人所说的 念佛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我真心的 祈愿更多的人 能体会孝道含义 孝 是做人的本 是成佛的根 尽心竭力的 孝顺长辈父母 祈愿更多的人 能有机缘听闻正法 得到阿弥陀佛 这个无价之宝 了脱生死 当生成佛 真诚感恩 尊敬的恩师上人 上敬下空老法师 苦口婆心的 滋滋不倦的讲经说法 让我们明白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愿尊敬的师父上人 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教化众生 尽虚空 辩法界 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 需要您啊 阿弥陀佛 不妥之处 敬请尊敬的恩师上人 诸位法师大德 仁者批评 批评指正 无限感激 惭愧不孝弟子 丁家立 顶礼便寇 阿弥陀佛 我们 看了 丁家立同学 这份的报告 也听他了 为我们 说明 这份东西 很感动人 确确确实实 今天社会 为什么会变成 如此的 如此的动乱 不安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 都找到 十五千里 追究他 根本的原因 就是人 现代人 不懂得 什么叫小 不懂得 什么叫近 年轻人 年轻人 所谓 人本主义 就是 唯母 独尊主义 有母 无人的主义 现在的 小孩 从小 做父母 就教他 要见证 我亲眼看见过 阿弥陀佛 我因为少去 没有机会 很多 在外国 我看到很多 外国的中国人 这些话就好 教儿童 第一个观念 叫他叫近资 都可以输给别人 样样要抢在别人前面 这个教育 错了 这个教育 就叫出 今天动乱的社会 都在多难的地球 大自然 我们常说 大自然是最健康的 大自然是最美好的 大自然有灾难 没得会死 怎么会 自然怎么会出灾难 灾难 确确确实实是宗教典籍里面 不是一个宗教 许多宗教都讨论着问题 灾难是不现的心心 心是思想 心是造作 不现的 不现的想法 不现的看法 不现的做法 所感召来的 啊 大臣心 佛说的 贪日 感应的是水灾 陈慧 感应的是火灾 鱼池 感应的是风灾 傲慢 感应的是地震 怀疑 感应的是山崩 地震 这五种不善 感应的是五种灾难 如果我们真能够 接受神仙教育 接受传统文化 我们真正能做到 不胆 不撑 不吃 不傲慢 不怀疑 对于身心 得到健康 灾难自然化解 今天上说的这些道理 我们要细心去思维 去观察 以真正心 公信心 去感受 这才能发现 那是真理 对祖宗 对圣贤 才能生起 恭敬心 好好的培养 真诚 公信 才能接受 孤身 献信 宗教 宗教 灵源 正能量的 教会 我们能感受它 能欢喜 接受 能依教 风险 就自己 自己知道 回头 是安 定家里 同学 很不容易 啊 出神 在这个社会 动乱的时期 人们 普遍地 遭遇到 灾难 痛苦 活在这个世界 绝大多数的人 都免不了 这样的遭遇 啊 幸运的是 我们能有机会 遇到大乘佛法 有机会 接触到中国 传统文化 虽然 一知半解 如果这个语言 迟迟又恨 套一句宗教的水 我们 真正的救了 从哪里做起 知恩 报恩 人 不懂得 报恩 原因是 不知道恩 父母 老师 长辈 对年轻人的爱护 恩德 教诲 现在 年轻人 不懂 听不进去 被枯花 游戏 迷了 现在的儿童 三十岁 就玩 电动 完全 再长大一点 就接触到 电脑了 这里面 游戏里头 多半都是 杀刀 阴亡 从小 接受这种教育 根深 的 孤狐 下一代 怎么办 我们这代 吃惊骨头 下一代 比我们 还要苦 遇到 敬宗的人 有腐了 知道 有西方 基罗斯基 知道 有阿弥陀佛 知道 信愿 持民 就能 完成 太难得了 能在这里 生起信心 都是 大臣教上 所说的 过去 深重 无量 借来 供养 无数 诸佛 如来 这一生 的人生 遇到了 得到 诸佛 如来的 价值 你才能信 能解 能发育 能修行 这一点善根 福德 要抓住 决定 不能放松 放松之后 要想得 来生 不知道 落在哪一道 纵然到 人头 比现在 更苦 所以 今天的人 要认真 落地 为下一代 着想 我们吃净 苦头 受尽了 委屈 希望下一代 能过到 幸福的 生活 能有良好的 教育 有这种想法的人 不读 不读 自私自利 的人 多 如果我们把 眼光 向大处看 向大处看 向语言处看 真真 真真之道 一切法 应远所损 真真之道 由六道轮回 由于我 由善我 我报应 我们就会认真努力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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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字 行是行为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作为 就造作 佛陆教学 把他归纳为三大类 身 与 意 这三大类 包括了 所有的行为 齐心动念 是心理行为 言语造作 言语 口语的行为 身体动作 是身与的行为 行为再多 不外乎 身与行为 行为有了错误 把他修正过来 叫修行 所以修行这两个字 说清楚一点 修正 思想 言语 身体 在色尘上修 甚至 希望把它毁灭 取人是造业 善业 赶散善道 我业 赶散我道 六道轮回 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 六道十法界 六道十法界 是我们造业 造善悟业 所变现出来的 善悟业 变现出六道 连散善悟业 连敬应变成色法界 上面四身 情境 下面六道 愿无 愿无里头 有善悟 这些道理 四实真相 不能 不知道 真真知道 你就晓得 事情 无可留念 夫妻再好 一辈子 最后还是要 胜利 死别 免不了 情越深 越痛苦 翻过来呢 这不是冤家 不剧头呢 夫妻 天天吵架 有很深很深的怨恨 彼此怨恨 死了以后 胜利死别 三途 苦暴啊 无论从哪一方面去想啊 真正看清楚了 可怕 最后遇到佛法 那是大幸运 唯有佛法 能帮助我们 真正解决 这个问题 让我们知道 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什么 六道里头 那两种人 一种人 早已受保 反复 第二种人 来救苦 救难 是佛菩萨 啊 第一类的人 他来了之后 语言特别殊胜 自己有善根 有深厚的善根 结束之后 能信 能解 能行 能正 谱文凡 谱文凭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言 华言经 末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成 都市说明 祝福佛菩萨 以无尽的 有无尽的慈悲 硬化 硬化在世间 过行 过夜里头 都有 有福佛在 里头 其他宗教说 有上帝的天使 在里头 来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 破密开 啊 乌生们 明白 宇宙万发的真相 他才知道 有所屈性 哪些 我要去的 哪些 我要放下的 六道的业 要放下 设法界的 敬业 也要放下 为什么 假的 不是真的 尽走 搞清楚 搞明白了 极乐世界 是真的 无量是我 真无量是我 不是有量的无量 真无量 阿弥陀佛 是真的 幸运持民 求生 是真的 这一步 这一步无量寿情 华年族老巨师的注册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 我们感恩 来佛寺的三位大德 为我们 为我们世界 做念佛网人的好朋友 是真无量的 海鲜老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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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海鲜老后生的母亲 八十三 八十六岁 走的 走的 都自在 这是我们的好样子 昨天我们在 无量寿间上 度过的 也提到 来佛寺的三神 他们所做的榜样 我们现代人 人人可以做到 真正一教修行 现在就可以历苦的路 三苦八苦 一般人 躲不过我 谁不说 来佛寺这三个人 不说 三 过去了 就不提了 身老病死 未有劳苦 虽然八十多岁 三个都超过瓦石 海鲜 八十二岁 海鲜的母亲 八十六岁 海鲜老后生 一本一十二岁 没有劳苦 你看海鲜 你看海鲜 给我目标法 它是晚上 我生 白天干一天后 在菜园里面 从早到晚 拔草 拔草 浇荒 浇荒 干一天 我们就想到 这个菜园相当大 不是很小的 小的哪有那么长的时间 二 干完了 别人也看老后生 累了一天 一天没休息 劝他 天黑了 不要再干了 他回答别人 干完了 这个我干完了 以后我就不要再干了 大家听到平常话了 没有想到 他这个干完了 晚上就往生了 多次才 在往生前 这一两个月 到处给人辞行 老朋友 以前住过的地方 熟悉的道场 都去看看 到哪里给大家辞行 欲知 喜知 我们在前面看到 刘淑清 就是我 八天前 他的妹妹 刘淑也 听到一个声音 是一组 数目字 2012 11 2112 2112 这么一速四四 他们在学家里 给他 解解 他解解看了 笑了笑 收起来 就是那天 我死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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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 21 22 12 建筑 一分一秒 都不长 他就那是 村里 跟大家 有说有笑 欢欢喜喜 时间一到 告诉大家 我走了 阿弥陀佛 来接应 你们看到 我爬上莲花座上 别人看不到 他看到 但是看到 他手比的那个样子 动作 他爬到莲花上去 我们相信 海尔仙老花上往生 阿弥陀佛 来接应他 几天几分 他一定知道 到那个时候 阿弥陀佛 先生 来接应他往生 这就说明 真正念佛 生老病死苦 这后面老病死 都不苦 老了 体力精神 跟年轻人一样 没有病痛 身体健康 走得自在 念阿弥陀佛 这四种 六道中是 没有办法 离开的 念佛的人 可以灭了 那外面 更不必说了 求不得 他们有求 于事无求 这个困没有 爱别一 他也放下了 放下秦志了 变成智慧 认真慧 没有了 心里头 没有怨恨的人 看什么人多好 看什么人多欢喜 长生欢喜 无音之声 全都解决了 无音之声怎么解决 智慧已现起 像心经 观自在菩萨一样 照见无音皆空 假的 不要担任 不执着 他就没有了 那么丁家里今天 给我们做的报告 这个报告 也很有价值 非常能 吸发现代人 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 效仰父母 为什么要 尊死中道 我们怎样才是一个好儿女 怎样才是一个好学生 非常重要 下面还有 开启法师 现在报告 海贤老和尚的普贤行愿 上 残惠弟子 开启 今日 公警